睡眠质量极度降低 第三个是全身骨骼细小 酸透 软弱 无法长久地站立 15分钟以上 第四个是大脑经常悬晕 稍微一转圈就晕得要命想吐 头脑迷糊有空虚展 经常地嗡嗡作响 第五点是思考力 理解力和记忆力极度下降 现在复闲在家无法继续工作和学习 第六点是手经常抖 手抖是说明什么 是干不足 干风内动 第七点是驼背 右肾酸透 整个脊柱直不起来 第八点是眼睛突出 第九点是头发 胶扑 西书 我念完这些表现之后 大家很快地联想到一个场景 那就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表现 结果出现在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 这个少年在上一个星期的周末 从家乡他父母领着他来我的诊所探病 一见到这个孩子 他所说的这些情况 所有的情况都表现出来 而且就像一个早摔的小老头 大家注意 这就是伤经的果报 也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 实际上在网吧里 在电脑上 在电视里 他们在学校里面所议论的话题 与这都有关系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青少年的损伤 希望引起各位在座的 为人父母的企业家们 老师们引起重视 第二点呢 就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 那就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他所表现的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以丑为美 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 那是前年的寒假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当着很多人的面 他说 彭心你是学中医的 你给我爸爸卖 看我身体是不是特别健康 我还没把他卖 他就说 我现在的性欲很旺盛 身体很好 说明我身体很好 你试一下 我一试他的脉 我心里边暗自嘀咕 我说恰恰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肾脉是非常亏虚的 这种亏虚是什么表现 就像一盏油灯 在油快要没有的时候 那个火苗是最旺的 他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说你这个肾气 已经亏得不行了 你要不然 要是不把这个问题谨慎的话 将来会出现种种的恶报 身体会出现整种种的情况 我是私下里跟他讲的 他不相信 他说 我这身体很好 而且我很年轻 以此为荣 经常换女朋友 这样子 我说你必须得注意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身体是不会复原的 而且将来的灾难也不远 因为按照中医来讲 中医理念有一个叫做虚则烫 就是一个人真正虚弱了之后 他才会烫愤 一个人真正充实的时候 他是不烫愤的 永远是稳定的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他叫做经满不私欲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精力充沛 这个肾气非常足 肾经很充足的时候 他那个欲望是很低的 那么反过来 经虚的话 欲望就重 我说 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顶多维持半年 半年之后 你会出现各种这样身体的表现 他不听 结果第二年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 整个人像蔫了一样 冬天 在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一起吃饭 他还戴着帽子 然后谁都不想 他谁都不想接触 也不想跟大家说话了 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 完全丧失 我们周围同学就 小商人告诉我 他说 彭琪啊 咱们那个鲁同学 他姓鲁啊 鲁同学 他半年之前 那个头发脱没了 光头了 男生 这是男生 头发脱没了 然后呢 骨折过两次 而他这种骨折呢 都是跟别人 就是骑自行车 不小心一碰 就骨折了 然后我就想 我说 按照中医理论啊 这个人的肾气 在哪方面表现出来 就是在头发上 中医有句话叫做 肾之滑在发 也就是肾的精华 体现在头发上 这个人肾气弱不足的话 头发就会脱落 胶裤 没有光泽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肾气表现在这个骨折上 假如一个人骨折很坚硬 很饱满 很那个有劲的话 筋骨很强壮的话 说明他的肾气很足 假如说这个人经常骨折 动不动就出现筋骨上面的损伤的话 说明他肾气不足 因为肾 足骨生髓 这个骨折不强壮 不饱满 就说明他肾气不足 所以说这个同学 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次的骨折现象 这都是非常少见的 在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应该稍微一碰 不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骨折 结果他出现得很频繁 所以说我就联想到 这个 在这个宋明啊 有一个 在唐朝啊 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 实际上也是真人 这个神仙叫做吕洞宾 吕洞宾 外号叫做吕纯阳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 他劝导世人不要邪淫 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他说 二八家人体四苏 就是二八家人 就是十六岁的少女 身体非常的好 娇好 腰间障间斩顽夫 虽步教君 人头落 暗地使人骨髓枯 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二八家人 一个非常娇好的少女 看上去很好 他不把你的人头砍下来 但是却暗地里 把你的这个肾经啊 骨髓啊 小好干 那么我们观察生活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有一些人啊 身体外形看着很肥胖 但是放在秤上一秤呢 他的体重却特别轻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是一个人外在体型看着不是很胖 不是很 很胖 很强壮 不肥胖 他放在秤上呢 一秤却特别沉 大家注意 这个身体外在胖 然后重量轻的这些人呢 实际上就是 内在的这个骨髓的气不充足 也就是骨密度降低 骨质疏松 这实际上就是伤肾的一种表现 在现在流行的一个养生理念呢 叫做补带 大家都知道啊 补带 天天广告就说吃什么带片 吃这那那 补带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家人都吃一锅饭 都吃同样的菜 为什么你缺带 别人不缺带 不是因为饭里边没有带离子 没有带的这个元素 而是因为你身体根本藏不住这种带质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骨髓 骨密度增强的时候 肾气足的时候 他这个骨髓是非常充盛的 而且骨密度也是增高的 带质增多 假如说一个人肾气不足 你即使给他吃上一吨的带片 他都不会把这个带给封藏到身体里面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明中医的理念啊 不仅仅是考虑到物质这个层面 中医的理念还考虑到能量和信息这个层面 我们都知道现在科学家 就是现在的物理学前沿 已经认识到我们整个世界的组成 就是物质能量信息三个方面 而现在的医学呢 大部分考虑的都是物质 在能量和信息考虑的不多 但是中医学恰恰就是把物质能量信息 统在一起考虑 中医用移的字来形容 就叫做气 这个气把这三个方面的内涵都包含进来 那么我跟那个同学 我跟我的同学说 我说这个移的人肾气不足的话 他这种骨折就容易骨折 就容易骨密度减低 然后就容易骨质疏松 这个同学 他的表现就是一年当中骨折两次 那么这就体现肾气衰败 而且头发脱装 头发脱装 所以说他戴着帽子 那么按照中医的望诊 因为我们作为职业医生 也非常喜欢看这个人的气色 他的气色是透露出一种什么感觉 大家注意 脸色苍白 而且灰 发暗 两个眼圈呢 特别的黑 这是什么呢 这是肾 肾的本脏已经开始衰败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保证在两年之内 就会出现肾衰 肾炎 透析这些恶报 就会出现这种表现 这在古代的一案里边层出不穷 我们都知道 袁世凯是怎么死的 是找了多少 一太太 到最后把她的身体给逃须了 肾气一须 袁世凯是死于尿毒症 大家知道吗 尿毒症 肾气 极度衰败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当时 当时说这番话是在我自己内心当中想 这个同学在一年之后 肾气不足 然后因为肾病而住院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中国老祖宗的教导 实际上是让你的身心变得安稳 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来做的话 恶报就会不断 那么这种不断呢 有时候直接体现在你的身体上 而且这种速度呢 却是非常快的 中国古圣先贤有一句话的教诲 他叫做天道或淫最速 天道就是上天的这个道 就是自然规律 天道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 或淫或呢就是灾祸 让这个邪淫的人呢出现灾祸 这种速度是最快的 实际上我们学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 所谓的祸和福并不是老天给你安排的 而是你自己担招来的 这种担招实际上就是你 错误的思想行为做法 所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不良的身体心理状态 以及事业家庭的重重损杀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案例呢 恰恰就印证了古圣先行的教诲 叫做天道或淫最速 所以说我们反观现在的影视剧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这种媒体上的宣传 宣传在宣传什么呢 在宣传 邪音 倡导大家 对这个色情感兴趣 以什么作为表现呢 以这种暴露的图片和暧昧的文字 以及露骨的镜头作为表现 让人们的内心不平静 那么产生的这些外在的表现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的青少年 尤其是80后甚至是90后这一代人 是吃着什么长大 是吃着激素长大的 激素啊 大家注意啊 现在的肉类啊 鸡肉 鸡鸭鱼肉 这些牛奶这里面的激素含量非常高 所以说前前几天我收到那个北京市的一个统计的数字啊 他统计说 现在的女生啊 来月经的时间是平均是9.2岁的 9岁的女生来月经啊 以前在30年前啊 中国人的这个平均来月经时间是12岁啊 那个时候是正常的 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不正常的 是非常不自然的 不自然的状态 用中医的眼光看来 那就是病态 现在的孩子是被激素催熟的 这是内在的问题啊